这位女孩叫宋爱,她是一名社交媒体达人 宋爱在国际互联网上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她有着夸张的英国口音 喜欢徒步旅行和烹饪 虽然这些都没什么特别 可宋爱却是一位在全世界都备受瞩目的网红 因为她是一名生活在朝鲜的朝鲜公民 事实上,宋爱并不是唯一一位来自朝鲜的媒体达人 近年来,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越来越多展示朝鲜日常生活的自媒体账号 特别是在TikTok上,很多关于朝鲜的视频都非常受欢迎 在这些视频中,朝鲜有着美丽的海滩 装满水果的货柜和灯火辉煌的城市 人们可以在酒吧里尽情喝酒,吃着时尚的快餐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朝鲜都是一个繁荣的现代化国家 可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朝鲜虽然拥有国内网络,但并没有正常的国际互联网 一般公民无法上传TikTok或者YouTube视频 维也纳大学有着30年朝鲜问题研究经验的Rudiger Frank博士认为 朝鲜的普通公民完全没有可能访问正常的互联网 在朝鲜,只有非常少数的特权阶层才可以接触到网络 而且,他们的使用权也很有限 像宋爱这样的自媒体创作者,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想知道到底是谁在操作这些朝鲜自媒体账号 我们要先仔细看看宋爱的频道 他的频道Sally Parks宋爱Channel于2022年1月创建,有3万多名订阅者 主要内容是展示自己在朝鲜的生活 可是,宋爱的视频总是给人一种不合乎逻辑,有些奇怪的感觉 其视频内容看似简单轻松,甚至还很真实 但他说话时的背诵感却很强,很像是经过排练的 你有曾经去平阳吗? 如果你来到这里,你会完全惊讶 因为,你去哪里,有些娱乐园 宋爱自称是一个普通的11岁女孩,暂时和奶奶居住 因为母亲小时候就教她英语,所以宋爱的英语很流利 可事实上,宋爱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朝鲜女孩 她的父母是朝鲜的外交官,爷爷则是前朝鲜副外交部长 她的母亲也出身于一个极具军方背景的家庭 宋爱的家族属于朝鲜精英阶层 甚至与最高领袖金正恩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此外,宋爱的童年时光是在英国度过的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她的英国口音 根据韩国情报部门的调查报告 自2017年起,朝鲜的一家国有媒体公司就已经开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视频 宋爱的频道只是他们众多项目中的一个 比如Echo of Truth,Olivia Natasha Yumi Space和DPA Daily 都是这种类似的所谓朝鲜自媒体频道 此外还有涉及朝鲜内容的外国博主Zoe Discovers Zoe自称是一家英国旅游公司在中国的朝鲜导游 她在YouTube和TikTok上一共发布了200多个视频 展示的几乎全都是朝鲜欣欣向荣的景象 她不仅在朝鲜庆祝节日、滑雪 甚至还会和朝鲜家庭一起生活 Zoe表示,她的频道不是朝鲜的宣传媒体 她也没有从朝鲜政府那里得到任何报酬 虽然这一切很难核实 但如果没有朝鲜政府的许可 这种在朝鲜自由的拍摄方式 对很多专业记者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些相关频道明显都是在进行宣传 宣传是社会主义和极权国家统治的基础 因为没有民主选举 统治者就必须不断地向外界证明 他们的权利是合法的 因此,宣传在朝鲜无处不在 金正恩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宣传来实现的 而这种宣传既针对国内也针对国外 在国际互联网上的内容就是对外宣传的一部分 因为朝鲜国内的人看不到这些内容 所以,其目的是要向外界证明朝鲜的生活有多好 社会有多进步 用来否认西方媒体描绘的落后 集权、封建的朝鲜现状 可现实中 朝鲜有超过60%的人生活在联合国最低贫困限制下 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为了与邻国韩国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战 这些视频的另外一个主要目标群体就是韩国观众 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 韩国会封锁朝鲜的宣传内容 这意味着在韩国人们是看不到这些视频的 网站会弹出内容警告信息 如果有韩国人频繁尝试打开链接 甚至还有可能给自己与韩国情报部门之间制造麻烦 虽然也有一些网站会因为涉嫌违反公司的政策 主动删除可疑的宣传视频 但朝鲜政府仍然坚持在各种媒体平台上展示自己 因为就算他们的视频会被删除或者屏蔽 但其宣传的内容仍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很多人看到 人们对来自朝鲜的媒体内容通常都会非常感兴趣 这种现象其实并不稀奇 因为朝鲜的与世隔绝 所以它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特别是当普通朝鲜人的日常生活出现在屏幕上时 一定会吸引很多观众 可作为普通观众 我们又该如何区分真实信息和被朝鲜宣传部门控制的内容呢? 在今天的视频结束之前 我们建议各位追求真相的观众朋友在获取有关朝鲜的信息时 我们首先可以尽量关注专业的国际媒体 这样可以确定信息源的独立性和可信度 另外 我们还可以尝试了解朝鲜的历史和文化 这会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朝鲜社会现状是如何形成的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谨慎对待极端言论 因为极端言论或者极端思想通常都含有特定的负面意识形态 那么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 还请您免费订阅和分享RUN媒体频道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交流各自的看法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